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有的人讲到碎片的时间 比如洗碗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有这个podcast用一个语音 然后可以下载使用会比较方便 听起来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内容 我自己的经验 比如听一些语音的小说等等的 我感觉有的时候听的时候可以更多注意到细节 读的时候可能一幕十行 然后就一些细节可能就会错过了 所以也有它自己的好处 当然了这个文字以及微信公众号的形式 从传播上有优点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主要是给大家推荐这些形式 顺便讲一下我们最近根据历史小说 四大名著 我们写了有的梁山绿卡 戴玉绿卡 悟空绿卡 接下来准备写三国的 杨修绿卡 以前还写过《西施绿卡》里面有更多的关于绿卡申请的基本的信息 欢迎大家可以访问了解 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同气相求的意味 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从这个文字内容希望也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素质 资质 从某种情况吧 如果说类比 希望能够向金庸办明报的时候 写这个小说连载 用来增加人气 但是后来这个小说本身有了更多的意义 好 我们就说这些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更多考虑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podcast 然后了解里面的更多内容 好 谢谢 感谢